台铁406普悠玛号12月3号上午行经花莲复原到瑞穗断时 因为不明原因失去动力 经过运务人员抢修 延误了46分钟后恢复行驶 而车上了234名乘客可全额退备 台铁406次普悠玛12月3号上午行经花莲复原到瑞穗断 不明原因失去动力 疑似机械异常停摆在半路上 后者是由408次列车合并后推进到瑞穗站 对此台铁局表示 却不了解列车因ATP地上感应子故障 停在中性期间没有动力 移开后重新升工就好 那是因为地上感应子ATP的故障 那这个列车失去动力刚好停在这个中性区间 所以会失去动力 这起事件造成了406次在内的三列车次受到延误 台铁表示其中以406次延迟了46分钟最久 车上载有的234名乘客都可以申请全额退票 记者高双双玉里瑞瑞采访报道